哈囉大家好我是凱瑞 我是一個昭和假面騎士愛好者 也是一個安野府 新假面騎士在台灣一上映就去看了電影 看完之後也萌生一些新的感想 於是拍了影片來跟有緣人分享一下 首先我想建議還沒入場控電影的朋友迷這件事情 就是可以的話 坐在比平常稍微後面一點的座位看 因為蠻多鏡頭太晃加上畫面太快 我這個老人家的演術有點跟不上 所以我個人之後二三刷的時候是一定坐後面一點的 這點提供給大家參考 然後關於劇情的介紹 其實我不太喜歡拍那種念完全部劇情就收工的影片 我比較喜歡去探討劇情以外延伸的心得 所以劇情導覽方面 我就簡短把故事前半段的核心主體做一個介紹 是這樣子的 有一個有錢人他打造了人工智慧 並且創立了秘密組織修卡 準備讓人工智慧接管這個世界 在組織的初期呢 擁有傑出科學能力的綠川一家人 為組織提供了更好的科學技術跟未來的方向性 結果有一天這家人裡面的博士爸爸跟妹妹 情節到如果按照組織的技術跟方針繼續運作下去的話 人類在這個世界會先崩壞後全滅 那是為組織計畫關鍵者的綠川哥哥也就是博士的兒子 還是堅持著揪卡的理想 這個理想就是將全人類的靈魂傳送到一個號稱 理想新世界的空間裡 但是她的妹妹發現到這個打算用來塞滿人類不同思想跟意識的空間 根本就是靈魂的地獄 而且由AI掌管的組織也已經停不下來了 所以綠川家的博士爸爸跟女兒趁著組織不注意的時候 把一名被綁架的有文青年改造成了最強的蝗蟲改造人 然後帶出組織 他們一方面遭受到組織的追殺 另一方面也為了阻止組織和哥哥的計畫而做出各種公式 以上就是電影出席的大綱 了解這些角色的動機之後再看電影也能比較快的進入狀況喔 痾...然後我發現我想講的東西還蠻多的 先把一些比較表面的東西講一講好了 先說台灣代理的翻譯方面 我不會日文啊 但是多少聽得懂一些語調上口語上的皮毛 所以個人感覺翻譯還算不錯 感覺盡量通順跟白話 畢竟是木棉花大哥代理的 不可能插到哪裡去 但是主要是呢 我想抱怨一個讓我看到出戲的翻譯 就是本鄉猛因為不熟加上禮貌性 所以面對年紀稍長 但是又是同輩的一文字選人的時候 稱呼他為一文字君 但翻譯翻成了一文字小弟 痾...小弟 嗯...是我對君的理解有問題嗎? 看來真的好出戲啊那句 由於君是日式獨有的稱謂 真的是找不到適合的中文對應稱謂 但我比較希望他乾脆直接寫成一文字君 畢竟台灣人很熟悉日本文化 應該久前的人都理解君的意義 以及為何要直翻 印象中好像有的動漫作品都直接使用君 或者是假 還有一個地方一文字說 我需要新的防護衣 結果翻譯我需要新的皮套 笑死 特色的服裝是叫皮套沒錯 但是我懷疑翻譯先生他想要搞笑 翻譯的部分大概就是以上這些無傷大雅的小問題 然後就進入電影本身內容的部分 就是我覺得這一片就算先知道全部的劇情也無妨 我甚至覺得這樣的話 對於突然的劇情轉折比較能接受 像是有幾場戰鬥 誰誰誰會在哪裡出現 誰誰誰的下場是怎樣之類的 這樣第一刷就能完全沉浸在人物的情感面 對於比較沒有辦法一次接收太多訊息量 但是又只想看一次的老人或小孩來說 或許是好事 我個人是覺得感情面比打鬥還好 不是說打鬥場面不好 是安野的文系真的不錯 我個人覺得這部的打戲方面不太暢快 人物的動作是很快的 我覺得不太暢快的意思是 戰鬥太快結束的那種不暢快 也有可能是敵人跟事件太多 導致每個都不強 而且感覺就像是打將 還有就是安野在拍那種關鍵一集的時候 絕對不會有歐美片那種慢動作 或者是多角度的特寫這種事情 這樣一些打鬥場面大多是又近又晃 所以真的要睜大眼睛盯著看才不會漏掉細節 就是眼睛不能掉針 所以老人家或是疲勞的時候看 真的是有點吃力 再來就簡短介紹一下我非常重視 但是大家普遍不會多做關注跟介紹的音樂的部分 這一次非常意外的是 導演他沒有找他從福音戰士實行 就搭配至今的御用音樂家 也就是陸喬師郎先生擔任這次的配樂作曲家 而是交給了顏祺卓先生 當然我也是非常喜歡這位音樂家 為新甲面騎士製作的所有配樂 真的是武系熱血文系動人 沒有找陸喬師郎也許是因為時間沒配合得上 或是覺得曲風跟甲面騎士的調性風格不同 都是有可能的 畢竟安野在這一次連著名的安野字體 都因為自己覺得跟風格不搭 所以就完全沒有用上 然後不免俗的必須進入介紹主要角色的環節了 我只介紹幾個比較有意思的角色 因為人物真的太多了 而且維基百科有人寫的超級詳細的 那我們就來說一些維基百科不會寫的吧 首先第一位 甲面騎士一號 主角本香某 由慈聰壯亮誓言 第一位甲面騎士 他不會去眼睛跟目睹做為警察的爸爸 為了搶救陌生人的生命而死在惡徒的槍銷 在悲痛一覺尚未走出低潮的情況下 不小心變成擁有超大力量的力量人了 所以本片主要也是在講述他放下 與走出來的過程 以及最後展現的覺悟之心 他是一個非常溫柔的人 對於生命的重量看得比誰都還要清楚 還要重視 看完之後連我這個直男都快要愛上他了 如果沒有遇到爸爸這樣的慘案的話 肯定會是一個讓人非常安心的陽光猛男吧 完全可以理解為什麼冰箱眼的女主角會慢慢想依賴他 兩位角色的遭遇讓他們互動跟起感面 就算超快速升溫也完全沒有違和感 甚至在我心中他們根本就是最佳CP 然後來介紹女主角綠川琉璃子 由冰編美波飾演 可愛可愛超可愛 一開始因為背負宿命跟重任 所以總是精神緊繃的執行他賦予自己的任務跟使命 但是慢慢感受到本鄉的溫柔體貼 以及守護精神之後 心房逐漸敞開 流露出身為一個年輕女子該有的感情跟依賴性 有一個重點就是他其實是被博士用基因複製成技術 從人工子宮裡面誕生出來的孩子 所以只能從哥哥的口中 還有照片中來體會家庭的親情溫暖 很羨慕一郎哥哥小時候有被爸爸騎機車載過 兜風的這種經驗 這種刻畫能夠出現在只有兩小時的電影裡面 真的是很細膩的 把原作中用大便一般不重要的女主角 為什麼說是大便一般的女主角呢 因為98集裡面只出現13集 而且後面完全沒有交代跑去哪裡 真的是蠻大便的 把這個綠川流離子這個角色 昇華人內外在都非常可愛 而且還有實戰能力的女性 暗野導演果然對於描述一個有魅力的女性 很有一套 然後介紹男2 一文字準人 假面騎士2號 由丙本又飾演 被觀眾稱為本片唯一一個個性雙朗的男人 可惜就是電影太短人物又太多 對於他被改造前的人生 沒有做一個更深入的琢磨 只知道他是一個熱愛攝影 總是說自己比較習慣孤獨 不喜歡被控制的一個男人 呃幹 天啊這根本就是我啊 天跟我嘛 而我為什麼會想要知道更多關於一文字的故事呢 最主要是看到他被解除洗腦之後 冰箱的洪水在腦海中湧現而好氣的樣子 讓人很好奇他爽朗又帶給人正能量的背後啊 有著怎樣的心事跟過往 原作設定中他的父母因為空難而離世 再加上他在戰後一個人落寞的身影 真希望安野秀明導演能夠開拍續集啊 不好意思人物還沒介紹完 先插播一下我對導演的一點愛慕之情 再繼續介紹其他角色吧 先說安野導演員啊 有表示關於續集的想法 其實有一個大方向的想法 但是腳本上基本上還是一張白紙嘛 續集的主骨幹是關於政府跟修卡背後的陰謀 而標題啊是假面的世界 這個標題是實聲張太郎老師啊 在原作漫畫裡面使用過的標題 是說就算安野有想要再拍的意願 但是最終決定權還是在東映手上 也許是因為如此 所以安野沒有明確地表示續集的可能性 然後看完電影之後的惆悵感跟希望已經在我的心中萌芽了 充滿甘中帶苦的愉悦啊 安野導演的作品愉悦甚至滲透到我的人生觀跟價值觀 進而影響我的人生 聽起來很誇張對吧 但是不誇張就是這麼誇張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覺得安野編寫的劇本就是有這樣的魔力 以前國中看完福音戰士就劇場版的時候 那種愉悦也是聲聲烙印在心裡 久而久之變成人生的一種情感跟處事的哲學 網路上也是有一些彼此在說類似的想法 可見一個人要是不小心對上安野電波之後 會發生多恐怖的影響 回到角色的介紹 我們由西野激烈飾演的黃蜂改造人 也就是紅媚 這個角色因為顏值的關係 所以我特別加強觀看的力道 從這裡開始金融區會表揚關於防風組織戰的所有部分 黃蜂組織戰不論是場地美感跟打鬥風格都很讚 而且風女提升戰力之後跟本鄉的高速戰 採用了低影格的手法來描繪人物的動 甚至是安野導演在還原他2004年的電影作 甜心戰士真人版 這個彩蛋是不是有點專業啊 快叫我強杖吧 總之彷彿改造人這個灌落的打鬥我非常喜歡 但是還是覺得好短 當最後本鄉大喊一聲 瘋女啊 覺悟啊 我還真的以為他要把踢爆 結果是非常溫柔的踢爆在旁邊的牆壁 因為知道他是流離子的好野 所以用嚇爆他的方式來逼他投降就好 真的是好男人 柔情鐵漢更是我的菜 明明我不是假假奇怪 然後呢 暴雷注意暴雷注意 不想被暴雷起快速離開本影片 然後瘋女就被從後面來的情報機關人員 用蝎子子帶不味道 黃瘋女驚呆了 本鄉驚呆了 劉怡子驚呆了 我也驚呆了 他最後GG的台詞實在讓人QQ 劉怡這句話的話呢 可以讓觀眾知道 紅美對劉怡子的心事是非常重視的 至於他的台詞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 好可惜 我希望那個殺了我的人是劉怡劉怡 雨避之後就化為泡沫而消失 留下難過自己的劉怡子 我在看完電影 事後回想 黃蜂祖師站橋段的時候再意識到 照理來說 蜂女的說法跟目的都是以修卡圖一世界為最高宗旨 宗族的各種不擇手段呢 也讓人感受到他跟屬下的絕對意境 但是針對最後一句台詞去想的話 讓我覺得他心中是能理解劉怡子的想法和立場 但是身為一個因為目的而誕生的黃蜂改造人 是不能違背自己的宿命 或是想要阻止他跟修卡的意志 唯一的方法就是有了殺死他 對於紅美來說事情的走向只能有兩個 一個是讓劉怡子回歸修卡 另外一個就是讓劉怡子阻止他跟修卡 在他的世界裡面並沒有投降 或是跟著劉怡子一起離開修卡 這樣子的選擇 可能早就想過最壞的走向 也已經做好準備了 所以全程刻意對著唯一之心 但是迫於現實不能同心的好友跟姊妹 不斷地言以刺激 說著 我要毀掉你的玩具 我就是想看劉怡子哭的樣子 拜託你了 哭吧 劉怡子 我覺得這幾句簡單的台詞跟過場 背後富含著這對姊妹之間綿密的情感 我一想之間還沒辦法去理解安逸的寫出這種台詞的主要用意 可能是洪梅想要教訓妹妹逼她回頭 也有可能是想要藉詞讓劉怡子對她產生果斷的覺醒 如果要死 也要死在最愛的人手上才行 這根本就是讓人心痛的姊妹愛 看著超級難過的 所以直到用劇情無關的具外照來補完姊妹之間的情感了 再來說說我覺得最有趣的彩蛋角色 就是藏著雅美視野的仙女 一出場就很浮誇 打戲的部分也很有戲虐感 連最後被特務部隊擊斃的一陣 身影與余夜都超有梗 可以說是非常的SM 雖然出場的時間超短但是超喜歡 藏著雅美雖然有點年紀了 但是演戲超放得開的感覺真的很讚 順帶一提藏著雅美跟小時候的磁衝壯量 我一起拍過科爾必斯的廣告了 見證接吻很像爽喔 再來最後介紹一位角色就是本作的主要反派 蝴蝶型合成人 假面騎士ZERO 0號 綠川一郎由深山未來飾演 因為過於神秘 所以只能從他回憶的畫面去了解他的過往 即使只有一些家庭互動的場景 還有媽媽溫柔微笑的畫面 但從這些記憶畫面中都可以去看到 一郎他隱藏在神性後面的人性 以及單純的過往 從妹妹的口語描述也可以知道 一郎跟妹妹的感情不錯 關於綠川一郎 在電影的前傳漫畫 真正的安寧在這個世界不存在 作為主角 從小開始描寫一郎的心路歷程 還有關於愛的秘密結射這個組織內的過往事件 還有更多對於仙女跟蜘蛛男的描述都可以在漫畫中看到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找來看看喔 最後再回來講講喜歡的小段 如果說蜂組織的段落不錯的話 那麼下一個更好的段落就是螳螂變色龍偷襲敲斷 這個傢伙他喵的完全不講武德 真的是浩子偉是該死啊 實在讓人沒有辦法喜歡的那一種 同樣是死神博士體系的人 我喜歡蜘蛛但是沒有辦法喜歡螳螂變色龍 下流就算了還超肉的 這裡要說一下其實每個改造人都不太強 比對這些改造人 兩位騎士根本就是一拳超人 假面騎士的能力設定比他們傑出非常多 那麼這個螳螂那麼垃圾又那麼弱 為什麼要說這個螳螂是好的橋段呢 那就是文系的部分 在這個章節裡面 我們好不容易開始可愛起來的流離子 他就爆雷注意爆雷注意 無法接受大雷的人請盡速離開這個視頻 我們可愛的流離子他就這麼離開我們而去了 無形的八加九螳螂穿著隱形斗篷 一刀被刺流離子 然後螳螂就被二號踹死了 然後回到了倒地的流離子這邊 斷腿的本香謀 為什麼會斷腿呢 因為遭到修卡洗腦一文字准的人打斷的 受到嚴重損傷的本香啊 只能緩緩地爬到流離子身邊 這時候的本香一定是充滿自責跟驚惡 持鬆壯亮是很好的演員 尤其是他特別適合詮釋背負強烈痛苦情感 並且做好覺悟全力一搏的角色 所以當我看到他站斗哭泣的樣子的時候 真的沒辦法切掉這畫面所帶給我的共賢感 真的非常讓人難過的一個段落 所以我無法用超級喜歡這個角度來推薦他 我只能說他是一個很好的橋段 在這裡流離子說完話就變成泡沫 然後消失 不是很慢的那種 也不是很快的消失 我目前不知道該怎麼形容這幾個鏡頭 畢竟目前是第一刷 我沒辦法看著畫面拍解說影片 我只能說他消失的樣子 這個場景的光線 跟本香的共情感連結 就好像是真的你身邊重要的人 以措手不及的速度離開你的人生 甚至連沾養他遺容的時間都不給你 就燒掉了 然後什麼都沒有了 像泡沫一樣 難道這就是生命的重量嗎 就是會產生像這樣的一種自我質問 這真的是很殘酷的畫面 阿野秀明導演真的是一位很理解什麼是心痛的人 其實我在看電影以前就被爆這個雷了 我還想說 這麼重要的場景讓女主角被泡沫化處理 合適嗎 不會無法帶入情感嗎 然後我多慮了 我錯了 泡沫化不只不會無法產生共情 跟各位報告 不誇張 我不是看4DX版本阿 但是阿泡沫化那段阿 我的臉上都是水 身體都在震 因為太殘酷了 一轉眼間自己喜歡跟信賴的人 好不容易開始互相依賴的人阿 就這樣像泡沫一樣被抹滅了 當然這就更顯得痛下殺手的人 是多麼的輕蔑跟藐視他人的生命 生命的重量就這樣一瞬間化為物有 就好像不曾存在過一樣 讓我們體悟到不管是在現實還是虛構中 這種把外人的生命跟存在當空氣一樣的 不負責任的行為 真的是身為人類最差勁的行為阿 而在遭遇過這樣的事情之後 人們要如何去面對往後的人生阿 這似乎就是安逸的導演 在《新假面騎士》中要不斷強調的主題阿 家人被毫無關聯的人莫名其妙地殺死 這個遭遇可以說是本片角色的發展動機 主角跟最終反派所遭遇的事情是類似的 但是他們用不同的方式來回應這個事件 溫柔的本香猛最後不只是破壞了修卡的計畫 也用他的溫柔的方式讓計畫的關鍵者 綠穿一狼 在最後能夠被人理解內心 含笑而終 這在我們的這個現實時候 一種幾乎不太可能做到的事情 也就是互相包容 理解 看清自己形式作風成因 放下仇恨跟執念 用溫柔的方式傾訴你的心跟你的脆弱 相信這個世界上一定還有能夠用愛擁抱你脆弱的人 雖然真正的安寧在這個世界上並不存在 但是只要你的靈魂還在 這個世界就至少還有人記得愛了 希望這些帶有一點藍色窗簾的電影解圖 可以讓大家對安野秀民 新甲運騎士產生一點興趣 人們只要有多一點共同的興趣 就會少一點隔閡 不知道大家認同我隨便掰的結語嗎 總之幫我按讚訂閱喔 分享什麼就算了啊 那有點太難了 那麼下次見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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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